我們也一聲聲一喝喝一口氣 什麼東西 為什麼我要配合你 大家好 嗨大家好 幫她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頻道叫做天天東京 本名應該不用介紹 歡迎這邊 謝謝 頻道主要也是介紹日本生活 跟我有一個日本男朋友 所以會介紹一些台日差異 台日文化的差異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介紹結束 等一下 我是不是要講你什麼 然後你已經自我了斷了 她的影片真的是 我覺得很多台日情侶的頻道 都會讓人家覺得 那是你男朋友嗎 又不是所有例句 但是我覺得他們就很認真 在討論他們屬於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就是可以當不一定日本男生都這樣 但至少可以做一個參考 我覺得還蠻值得參考的 就是看了會很舒服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日本男朋友的人 所以我覺得 讚 好感動 說到就是這種留言 我覺得好感動 我們有合作影片 在她那支會講一個主題 她那支主題是 跟日本男生戀愛之後的差別 或者是一些改變 然後我這邊呢會講 來日本旅遊跟在日本生活的差別 如果對戀愛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她那支影片 歡迎 沒興趣的話就沒關係 希望大家還是有興趣啊 因為其實很多來日本旅遊 就會很喜歡日本嘛 可能來個一兩次 就覺得日本街道很乾淨 然後電車就是很方便 觀光地區又很多 吃的又很好吃 然後大家就會很喜歡來旅遊 但是 住在日本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來住日本之前有旅遊過嗎 有 就是來蠻多次 我也吃 那住的時候跟來旅遊那個 想法整個不一樣 是360度吧 不一樣 對大轉變 而且個性完全也改變 真的 被改變 其實會有差啦 就住不久 對 有統整出三點 先來看第一點 電車 我們來觀光的時候就是 因為日本電車不是很多線嗎 然後每次看那些線 有觀光就覺得天哪 好多就是 顏色很多人 就覺得天哪好夢幻 就可以搭到很多電車 就覺得天哪 很有趣這樣 那現在完全 就搭電車好累 很累 因為上班可能搭電車 我工作的地方比較遠 所以可能要搭一個小時多 然後就會 要搭滿 就是滿圓電車 天哪好急好急這樣 所以假日基本上也不會想要 往太遠的地方走 真的是太累了 上班一個小時是很正常 就是以日本來來說 可是台灣就會覺得 通勤30分以上就是不可能 就是太通勤了 就是要 就是離家近 嗯嗯嗯 但日本真的是 像我也是 大概半個小時40分鐘左右 所以 一個小時左右滿正常 甚至是跨縣市上班人也超多 就什麼 住千宴然後在東京上班 或者是住東京 然後在神奈川上班之類 我配合是住金剛富士山 然後他在東京上班 好扯喔 要住新幹線上班 超超累的 好扯 以前旅遊就會是 東日本西日本 就可以直接 玩 就例如說今天東京 然後棉大阪 嗯嗯嗯 然後或者是東京 就是一日遊 對什麼跑三四個連夜 東南西北 對什麼黑木船 黑木船 木黑船 中文太長 叫什麼 木黑 木黑船 中木黑 對啦 中木黑啦 中木黑的木黑船 中木黑的木黑船 一開始然後還玩到淺草 以前很喜歡排什麼淺草到中木黑 然後再可能再到什麼 吉祥寺什麼的 中木會有陰影 對 不可能 現在不可能 去一個點就 可以回家 不行 現在連從家裡出發到都內 什麼新宿啊那種 就覺得好爛喔 真的跟這有差 這邊真的有差 但車費很貴 以前不會覺得電車很貴 就覺得可以去就好 但現在就是以前 隨便下了幾個一兩萬 然後就說我五天日本 然後玩個一兩萬三萬 然後再交通非常OK 現在完全就是覺得 奢侈的啊 超奢侈 一天奢侈 就可以 兩三天就是直接 五天就是會好好掉的感覺 對 第二點 第二點 跳好快 第二點 吃飯時間 吃飯時間 對 吃飯時間 變完 以前 三餐很正常吧 就是例如說 早上就是上班前吃 午餐也是正常一便當 對 同事一起交便當 然後晚餐就是五六點 一邊吃晚餐 那在日本 你的生活作息是怎樣 我覺得 有時候 早餐會吃啊 但是午餐跟晚餐 可能就並在一起吃 然後可能就吃到晚餐 因為日本我們公司 大家中午都會吃 泡麵加飯碗 對 再加紅豆麵包 對 滿滿的澱粉 但還不會想睡欸 我覺得很厲害 都是便利商店 而且一定要有泡麵 對 跟飯糰 對 不過為什麼欸 就是到哪裡都一樣 像我現在這公司 的同事也差不多是這樣 我之前那公司也是這樣 真的嗎 我同事也都是這樣子 然後喝茶或咖啡 我覺得他們也不會喝水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喝茶 喝茶跟咖啡 好怪喔 終於是牙齒還不會黃 對 為什麼 不知道 應該有在美白牙齒嗎 應該有 應該是 所以牙齒亂歸亂 但是 就應該要講人家牙齒很亂 第一本平均牙齒 就沒有台灣很漂亮 對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腳色超貴的 欸 可是台灣也沒有到美喔 我有腳色很貴 台灣大概十萬 四本 百萬 蛤 所以我朋友都不講什麼 我也以為他們是 就是亂亂的 就是很美欸 喔原來是這樣 我不知道 有可能 骨牙很可愛之類的 對 我有聽不出 但是 亂歸亂真的是美的 那什麼叫 亂歸 對很白 我覺得應該是有在美白 他們不講我這樣講 實在是美白的 很多 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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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很多 好有障礙 我們離題了 第二點是怎樣吃完時間變晚 對 像我自己就是 午餐會吃 有時候我自己帶便當 然後有時候是隨便吃 但是呢 晚餐一定會是下班之後 可是因為我是廚業 下班就是可能 到家9點多 9點多才開始煮飯 跟吃 終於是我男朋友還可以等我 對 我男朋友是正常 上班族下班 就可能六七點 他可以等我到晚上9點 所以我覺得 這是日本人很強的地方 就是 他們的 用餐時間很深 說自如 真的 台灣人就是 你當作餓了就是 你一定要吃 對 尤其是女生 就早中晚 一定要在那個時間點吃 對 這改變蠻多的 對 而且以前 像我有一時候 我傳吃飯的照片 給我爸說 我今天吃的什麼 我爸就說帶碗吃了吧 什麼之類的 都要睡覺了 可是就是 生活的東西就是這樣 你可能忍一天的三分之二 全部都是工作 真的 沒錯 辛苦 好辛苦 真的好辛苦 但習慣就好了 對 剛剛一直不太習慣 然後 但說要吃飯這個 我每次都去日本吃飯 好快 就 吃飯的速度很快 對 可是喝酒很久 對耶 喝酒 狂點酒 然後吃 例如說 配酒的食物嘛 或是一些炸雞之類 但他們不會吃到 什麼定時啊 有主餐那種 就是喝酒 對 然後可以喝個三四個小時 然後再換下一間 嗯嗯嗯嗯嗯 可是吃飯很快 很快 他如果單吃飯啊 就說你去中午隨便吃 他們吃超壞 什麼吃是不是就 馬上就吃完 我覺得是你吃飯很慢 他吃超慢 他在抱怨我吃飯 我剛才吃燒肉 他已經吃完 他有大概一半 對 超慢 真的是 換很多 而且每次都被 被太陽罵說 你還要吃多久 就店員都一直狂看我們 他很不好意思 對對對 我就說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然後 所以我現在每次跟同志吃飯 我就點一半了 蛤 難怪你那麼瘦 對 這是我們堅持肥方法 吃飯要慢 對啦消化才會好 對消化才會好 不是啊我們現在離題了 對不起對不起 特別健康頻道 對請大家吃飯慢一點 然後 好我們 這第三年 這第二年 我們已經在 我們已經在影片上吵架過 I'm sorry 第三年 第三 我以為老闆也要下第一 等一下我現在沒有辦法看 阿 我知道了 什麼 就是我們剛才說到的是 你是台灣人 然後來觀光啊 你不住在這邊的時候 他們服務的態度 有差 對 整個服務業的部分 對 你旅遊都這樣 就是可能就是英文跟單字嘛 對對對 對不對 或者嗨什麼 對 他們就會毕恭毕敬 你知道中華圈人 消費能力很高 所以他們就會 上面請之類的 然後呢 等你會講一點點日文 可是發音沒有很標準 的時候 態度很隨便 真的有差 我覺得他的態度會讓你覺得 啊我 我在消費耶 你怎麼這樣子 對客人這樣子 對 你知道原因嗎 我們來問一下 對 我不知道原因耶 我以為才要講原因 我在抱怨 我一次同仁啊 我覺得 真的是你剛才說的 他們畢竟 因為中華圈在這邊 就是 日本的來日觀光科 最多的是 中國嘛 然後再來就是 我上次看紀錄就是中國 然後 好像再來是韓國 再來就是台灣 對所以只要講中文 講中文的話 韓國不用說 因為他們就很瘋韓國啊 對阿 就是會覺得你會來這邊 就是要消費什麼的 對 所以他就絕對比公平 那因為像我們那種 住在這邊 然後會講 就窮流學生 哈哈哈哈 他們就 他就覺得有差啦 就覺得你也不會買什麼 對 可是只有那種高級 精品奢侈 奢侈的點 完全 完全無視 對 就同仁所說的 完全無視 我們也一聲聲 喝一口氣 什麼東西 為什麼我要配合你 欸可是好我們現在三階段嘛 旅遊的時候服務態度很好 然後 剛開始日文還不好的時候 服務態度開始 往下降 現在呢 現在開始會說一些禁服 會不會跟店員都禁服 會欸 會 會 我是因為我男朋友影響 就是 真的會欸 就以前我以前私衣服的時候 也沒想這麼多 他拿給我看 對 現在會就是真的 跟他很日本人的對話 他們可能感受也會比較好啦 就是如果我們沒有說什麼 阿里加圖 或者就是 這樣對他們可能 也會對我比較 現在就沒有什麼違和感 嗯嗯嗯 就是 如同日本人一樣會帶 對 也蠻有趣的 結束 結束 我剛才是講 十三點對不對 對 這個撿應該也蠻累累的 十三 十三分鐘夠了 如果我的手一跳 過了 怎麼一跳 很不想拍 套到他的本性 很沒耐心 很沒耐心 水瓶 水瓶座 上身是摩羶座 你上面 我上面是雙子 那我應該很喝吧 對啊 我們就很跳啊 是嗎 對不對 你是不是也是吉星魚 我超級的 會 對 墨羊座都很級 很級 然後頌神又是雙子 那你也買火爆咧 我们今天见面第一天 他就说我很火爆 我们今天影片是来的 谢谢大家 拜拜 下支影片见